好,我們聊聊航運股 有朋友問1919 是ChanCat,他說現價能不能買呢? 航運股接下來的循環是走到哪個階段呢? 其實這個循環上年升了很多 這就是一個道理 是升了很多的時候 現在會不會是已經開始回落的勢頭呢? 現在開始回落了很多 所以問題就是你要去炒 論業績上我覺得不會太差 不要說炒了,吸納了 這個就是經常說股票最麻煩的地方 你不是說炒 但問題是你的心態上是炒的 輸了的時候,你又接受不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你買股票 一定要分清楚自己的出發點是甚麼 你表面上說自己不是炒 但實際上所有動作是炒的時候 那就真的放力不了 你投資心態上買韓國股當然可以 你想想一、兩倍PE 未來預測時,10倍PE都來收息 我知道要收10年的話 可以打到零成半 包括1919在內都可以 但問題是你的投資心態是否這樣 如果你投資心態在上面的話 你絕對可以持續航運股 但之後穿到9元那些位置 你不要問為甚麼 因為目的逼就是以收息為上線的 持續持續去看 但如果你短線的話,很簡單 就是你用10.5元來做止舍 我覺得跌到這麼多 你這些位置總會有一定直撥率 你這一刻你開始想 就是想業績的印象 但1919的業績又不會真的差得很厲害 當然我覺得還沒樂觀到派中期式 但問題是以估值水平集團合理的時候 你定好止舍位,你就可以去炒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純粹看到 近期跌得多去搏 我覺得是有一定直撥率的 老實說用一個炒的角度上看 10.5元、10.4元做止舍 不輸得多 你又不敢強行去追美團的股份的時候 就調回邊商去炒這些股份 但老實說過程不舒服 因為現在市場就是想環球經濟碎腿 環球經濟碎腿的下一步是甚麼 就是之前很高的價格上有機會回落 包括港口價格、航運價格 所以你要買一塊一塊就可以 用10.5元來做止舍 純粹以膽薄膽的計劃 就是薄的跌了很多 出現技術反擔 但老實說轉身轉得不快的話 就不要拼你的股份 因為你看到板明是大眼鏡 純粹的道理就是 因為你看到圖表上面沒甚麼 但如果你把圖表開到月線圖上面 就純粹有些升了很多 兩三元升上來 五元升了十幾倍 現在開始回落力的時候 那個幅度可以很深的 所以你說如果十個半村 就會見九元 九元可能鬧的時候 會舒服很多 所以暫時來說 這一九一九博 就是定好止舍位 這樣去博 我自己看是覺得可以的 但是問題就是 一定要轉身轉得快 還有剛才你整個說法都是 如果買一九一九就是短炒 甚麼 如果一九一九 炒股票是短炒 我覺得短炒和中長線都可以的 短炒的話 那就十個半做止舍 短炒不斷出出入入的 但是銀行股份都是短炒的 但是如果你抱著中長線投資心態 我就麻煩你分住吸納 就是指中股價升了很多 其實這些股份中長線 但是問題真的升了很多 你不可能一注過 短炒我覺得 你一注過又要中長線 起碼九元這些東西才想 我不敢說